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福音主日 我们今天是继续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讲 题目是感谢赦罪的主 感谢赦罪的主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 求主预备我们听到的心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的气息 又给我们有这样的福气 能够来到你的圣殿的当中 这是你所定的日子 在这今天这样的日子当中 你要向我们显明你的真道 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 主啊恳求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 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明白 让我们打开心门 接受主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并生命的主宰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诚心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撰写这个战争与和平的这个大文豪啊 这个托尔斯泰啊 俄国的这个作家托尔斯泰 他虽然呢写过很多的名著啊 但是呢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常常呢都流露出深层的这个基督信仰 他也曾写过一篇呢很短的一篇小说 这篇小说呢叫做两个迷失的女人 两个迷失的女人 他大意是什么呢 就说有两个女人到一个智者的那里去讨教帮助 讨教解决的办法 其中一个女子呢 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情 良心呢非常的不安 一直生活在这个最旧的当中 另一个呢 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 没有做过任何大奸大恶的事情 可是她却总是快乐不起来 她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和别人的比较 竞争批评嫉妒 埋怨谎言 当这两个女子来到了智者的面前 智者就告诉他们说 没有问题 我有解决的办法 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她让两个女子都去找石头 去找石头 她对第一个女子说 你去找一块大大的石头带回来给我 对第二个女子说呢 你去找许多的小石头回来给我 那于是呢 这两个女子呢 都按着智者的吩咐呢 去找石头了 当他们把石头带回来智者的面前 智者又提出了第二个要求说 好 你们现在呢 把这些石头呢 放回去你们刚才拿回来的地方 放回原处 那第一个女子很快就把她的大石头放回去 她找到的地方了 第二个女子呢 拖着一大袋的小石头 没有办法处理 她已经忘记这些小石头 每一颗是原先放在哪里了 智者就对两个女子说 这些石头就代表你们生命当中的罪 第一个女子 你知道你自己犯下的大罪 就好像你记得那块大石头的位置一样 你若真心为这个罪而悔感 上帝会宽恕你 但是你要从你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 对第二个女子说呢 你感觉自己没有犯什么大罪 可是有很多的小罪 你并没有在意 正如你不记得这些小石头 原先都是来自于哪里 你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小罪 小罪缠累在你的身上 你不觉得愧疚 也不打算悔改 所以沉重地压在你的身上 你怎么能够感觉到快乐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会遇到有两个人 她们就像这两个女人一样 一个看上去是一个明显的大罪 另一个却不觉得自己有罪 但其实她也一样有罪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的七章三十六至五十节 三十六至五十节 Filton麻烦你帮我按一下投影片 有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那法利塞人家里去作息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里作息 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她是个罪人哪 耶稣回应他说 西门 我有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老师请说 耶稣说 有两个人欠了某一个债主的钱 一个欠五百个银币 一个欠五十个银币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 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 耶稣对他说 你的判断不错 于是他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 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 又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亲我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 就不住的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爱得多 而那少得赦免的 爱的就少 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都赦免了 同习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安地回去吧 今天的这段经文 讲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来到他的家中吃饭 耶稣去坐席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又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身份是罪人 那么整段的圣经所记载的 就是围绕在女人 西门和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今天逐一来看 我们先从这个女人来看 她是有罪 可是她愿意毁罪 有罪愿意毁罪 在经文这里说 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那称她为罪人呢 在圣经当中一共是出现了两次 一次在37节 一次在39节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呢 按照当时的习惯 当男人被称为罪人的时候 一般就是指财主和税吏 税吏呢 就是征收税务的官员 因为这两种人在当时候 都是用欺压欺诈的手法 诈骗的手法来获取财力 所以呢 就被人所不耻啊 叫他们是罪人 可是当女人被称为罪人呢 就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娼妓 娼妓 在这里说 38节说 女子是挨着耶稣的脚哭 然后眼泪湿了她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那这个是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 说明她的头发是裸露在外面的 按照当时的文化和风俗呢 正派人家的女子外出的时候呢 这个头发是不能剔头散发的啊 按照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规定 社会道德的这个风俗呢 这个头发一定要扎紧 扎完之后还要怎么样 要戴上头罩 然后还要蒙头 那谁会披着头发 这个头发是裸露在外 就可以拿来擦脚的 那当时候只有是娼妓 娼妓 从她的名誉 大家都知道她的为人 说哎呀 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啊 又从她的这个外貌 那么显示出呢 她所做的这个行业呢 就是娼妓 圣经没有说这个女人 她是怎么样沦落为一个妓女的 在那个年代呢 比方说无依无靠的寡妇啊 无凶 无腹的单身女子啊 都容易沦为妓女 也许是为生活所迫 也许是被恶势力拐卖欺骗 那没有一个人是甘愿要去堕落的 没有一个妓女说 哎呀我一生出来 我这辈子的伟大理想就是要去做妓女 没有 但是很很吊诡的是什么呢 虽然她们做妓女的原因可能各种各样都值得人同情 但一旦成为了妓女却是又被社会被众人唾弃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女人 她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落到了做妓女的光景 可是一旦做了妓女 却又被人所唾弃 比试 毫无怜悯 毫无同情 圣经说女子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那里作息 她就迫切地来寻找耶稣 那按照犹太人艳客的习惯 像耶稣所参与的这一类的宴席并不是私下举行的 在这个艳客的过程当中呢 大门是敞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在这个吃饭当中发生的事情 但是虽然说任何人都可以登门 但是一个妓女她来到法利赛的家门口 还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以自己的自命不凡 自恃清高 觉得自己非常的圣洁 我说著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妓女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要去法利赛人的家 那实在是很大的很大的压力 你会受到多少歧视的眼光啊 那我相信这种这种情况 这种艰难 这位女子她自己都想得到 那既然你想得到 你既然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没有别的原因 就只有一样 她要来找耶稣 她要来找耶稣 无论多么艰难 无论她要冒着多么不友善敌意的眼光 她都要来找耶稣 她要解决她生命当中沉重的罪 耶稣在当时的百姓当中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耶稣如何帮助人 如何医治人 如何怜悯人的事迹 早已经在当地传遍了 她也听说过 耶稣是什么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别人不接纳他们 但是她知道 耶稣愿意接纳他们 而且耶稣还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这一切的信息 都给了她非常好的一种安慰和盼望 罪恶的生活 已经让她生活得非常的痛苦 自责 无法自拔 但是在耶稣这里 她听到的这些信息 给她有盼望 所以她下定决心 无论别人是怎么样会嘲笑她 用怎么样的眼光来注视她 她都要去找耶稣 她要找耶稣 在耶稣这里 把她的重担去卸下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位女子 她很清楚知道 自己的重担是什么 你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的担子是什么吗 也许别人不知道 也许你在很多人的面前 你都故作坚强 故作镇定 甚至你还脸上堆满了微笑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知道 你生活当中 背负的重担是什么 这些重担 你知道 上帝也知道 而且这些重担 实实在在夺去了 你的平安和喜乐 有谁能帮助你呢 你要不要也像这个女子一样 来找耶稣呢 在经文当中 这个女子她来找耶稣 虽然她是个罪人 妓女的身份 可是她还是来到了 耶稣的面前 圣经描写 说她挨着耶稣的脚哭 挨着耶稣的脚哭 当时候 犹太人坐席的姿势呢 是侧身 侧身躺卧在这个踏上 这个头部呢 是紧挨着餐桌 那双脚呢 是因为她侧卧 双脚是向后 是伸在后面 所以女子是挨着她的脚 在耶稣的后面去哭 并不会打扰到正常 前面的这个用餐和对话 当这个女子来找到耶稣的时候 身边没有一个人来帮助她 跟她说 你找到耶稣之后 你要怎么做 你要跟她说什么 你要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 没有人理她 没有人教她 众人又这样子鄙视她 都在心里面悄悄地议论她 我相信这个女子心里面 充满了很多复杂的想法 也充满了愧疚 她来到耶稣面前 我相信她心里面 有一大箩筐的话 想跟主耶稣来说 可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 当你见到了能帮助你的人 你感觉到这个人 能够最理解你 最明白你 最了解你的时候 你往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只是见到她 就拼命地哭啊哭啊 在这个时候 女子没有说一个字 可是她的哭声 却含有谦卑 含有悔改 含有她无尽的委屈 她的伤痛 但是她的眼泪 也含有感激 当泪水滴到了耶稣的脚上 女子就用她 披伞的长长绣法来擦干 各位朋友 长法是什么 在当时的观念当中 我们知道 女人的长法是要被包起来的 是要有蒙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蒙头 在哥林多前书 有这样的一句话 她说女人的长法 是女人的荣耀啊 是她的荣耀啊 所以要把她蒙起来 盖起来 可是今天这个有罪的女子 她来到了耶稣的面前 她竟然是用她 最荣耀的部分 她的一头绣法 来为耶稣擦脚 脚是什么 脚是人体最低下的一个部分 这象征着 她把自己的荣耀 自己的荣光 自己的一切 放在耶稣的脚前 她在耶稣的脚前 她愿意谦卑服服 她用脚去亲吻了耶稣 她用嘴去亲吻耶稣的脚 证明她要愿意用她所有一切 来回应耶稣要为她做的赦罪之恩 经文说她戴着玉瓶 这玉瓶里面装着是香膏 这个香膏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是非常昂贵的事情 但是她竟然把这个香膏抹在哪里 抹在耶稣的脚上 这象征她愿意为耶稣付上一个有代价的奉献 她愿意为主来付出 没有错 她是个罪人啊 可是她同时又是一个谦卑诚恳 愿意付上代价 愿意用实际行动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 祈求赦免的罪人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谁不是罪人呢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谦卑诚恳 用实际行动来毁罪 来祈求耶稣的赦免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西门 西门是什么呢 西门她觉得自己无罪 可是她事实上是有罪 那相比这个有罪的妇人 西门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因为西门她是一个法利塞人 而法利塞人一直都是非常严苛的来遵守律法 而且以此来为荣啊 不但摩西的律法要守 从摩西的律法之外 法利塞人还额外再增加了许多自己的清规借条 可惜的是 这一切的清规借条都是在做表面功夫 为了做给人看 所以耶稣当时他们说了一句话 耶稣说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 是要人去看见 哇 看见他们好虔诚啊 看见他们好圣洁 看见他们好努力啊 看见他们好守规矩啊 所以故意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上的坠子做长了 这个坠子是代表祷告的哈 然后经文读经祷告 哇都是做给人看 然后怎样 喜爱宴席上的首座 会堂里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 称他 称呼他老师 对于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主耶稣向来都不客气 来指出他们的问题 甚至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很清高 不要觉得自己很圣洁 你们一样也要悔改 你们再不悔改就有祸了 说了多少样祸啊 在圣经当中说了七样祸 七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不是说他刚好七样 没有第八样 不是 耶稣说你有七祸 就是说你如果再不悔改 那临到你身上的祸会越来越多 他说法利塞人好像什么 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在人的面前 有公义的外表 但是在神的面前 神看到你的内心 他是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 各位朋友 你说耶稣批评法利塞人的这一切话 西门知不知道呢 西门当然知道哎 当然知道 但是他仍然邀请耶稣来吃饭呢 这是什么动机呢 他知道耶稣批评法利塞人 他还邀请耶稣来吃饭 这是为什么呢 那圣经没有说 他为了什么目的请耶稣来 但是从他的行为 从西门的行为 我们就知道这次的请客吃饭 绝对不是有意 绝对不是善意 这一次的吃饭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恶意 甚至是敌意 甚至也有姐经家说 根本这个妓女 就是他们故意安排来 为要怎样 为要试探耶稣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先知 看看他到底平时说 这种怜悯呢 是妓女的朋友啊 还是你会把这个妓女赶出去 所以其实还有姐经家说 这其实是一个圈套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妓女来了就一直哭一直哭 事情完全没有照法利赛人 所想象的去安排 那这个是姐经家的推测 我们不能够评断 但至少我们有一样 就是从西门的行为 我们知道这次的请客吃饭 一定从一开头 味道就是不对的 为什么从一开头 就知道它的味道不对呢 因为当时候犹太人招待客人 最起码的礼仪呢 要有三样 要有三样礼仪 这三样礼仪是什么 要以水洗脚 要亲这个面颊 亲嘴问安 还要什么 要以香膏来抹头 所以在客人进门的时候 这三部曲啊 主人是要吩咐仆人 来打水来给客人洗脚的 你记不记得 耶稣曾经为自己的门徒洗脚 为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仆人 没有仆人把水打过来 给大家洗脚 所以耶稣他就自己打水 自己来为门徒洗脚 还用自己的毛巾 为他擦干 在当时候宴客 这是主人要去吩咐仆人要去做的 然后要跟他亲嘴问安 要用油给他来抹头 香膏抹头 请问 作为非常熟实律法的法利赛人 他会不会不知道当时宴客的规矩呢 不可能不知道吗 这是一个通俗 大家都知道 你是法利赛人 你比大家更了解当时的规矩 更了解做事要有板有眼 规规矩矩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可是这三样最基本的代客礼仪 西门一样都没有做 显然这种一进门就表示出的无理 显示西门请耶稣吃饭 表面上是吃饭 内心他的态度并没有把他当成客人 内心是非常的傲慢 为什么傲慢 西门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啊 我没有错 我没有罪 我是好人一个 我不需要耶稣来做我的救主 我根本没有把他当成是神 所以耶稣做的事情 他们都会在议论 这个人是谁呀 他怎么可以说赦罪的话 他甚至没有把耶稣当先知 因为如果他真的把耶稣当先知 当妓女在哭的时候 挨着他的脚来哭的时候 西门心里面就不会犯嘀咕了 西门心里面就不会说质疑 说如果他真是先知 他肯定知道摸他的是谁 这个人是个罪人呢 所以说明对先知这个身份 西门其实都不是十分的幸福 在当时候西门和所有的陪客都一致地认为 罪人是别人 罪人是他 是那个女子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其实罪人也是他们自己 因为他们得罪了主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幅图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也是罪人 我们看到这个女子 在人的眼中是罪人 可是她认识耶稣是救主 她知道自己有罪 她用眼泪是悔改的眼泪 湿了耶稣的脚 用头发擦干 她不住地去亲主的脚 用香膏来抹主的脚 可是西门这个自认为是好人 甚至在很多人的眼中 也是个好人的人 她不认识耶稣是救主 她不知道自己有罪 她没有给主用水洗脚 没有亲嘴 没有用油抹头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对罪的认识又是如何呢 你认为什么是罪呢 在当时候 每个人都认为唱戏是罪人 是肮脏的 是污秽的 我不是罪人 但是岂不知道 罪不是只是关乎得罪人 罪更是关乎得罪神 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罪 是在数自己没有做得罪人的事情 没有干犯地上的律法 所以就会说我没有做奸犯科 我没有杀人放火 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情 我都没有打砸抢 但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 我们所做的有没有得罪神 我们没有干犯地上的律法 但是我们有没有干犯天上的律法 我们没有得罪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呢 比方说 神造给我们 有眼睛 有耳朵 有口 有心 有手 可是竟然 我们是有眼 不认识神 有耳 不听从神 有口 不感谢神 有心 却不敬畏神 就像这个西门一样 西门忙着用自己的眼睛 去判断 去审判 这个人是罪人 那个人是罪人 可是他忘记用眼睛来审判自己 其实他比娼妓更为有罪 因为娼妓愿意到神的面前去悔改 他在神的面前还觉得自己没有罪 娼妓有痛哭流泪 他的心里都是忙着在批评论断 其实这不也是罪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耶稣是怎么样 我们的主耶稣是赐赦罪之恩的主 西门在心里面的论断 没有说出声 但是我们的耶稣是神啊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神 所以圣经说 耶稣就回应他 耶稣回应他 说了欠债的这个小故事 说两个人欠了某一个债主的钱 一个欠五百个银币 一个欠五十个银币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 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 耶稣对他说 你的判断不错 我们上个星期讲到 讲到两个小钱的时候提过什么呢 提过当时候一天 这个人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 大家还记得吗 一天就是一个银币 我们今天看到有两个人欠债 一个欠了五百个银币 一个欠了五十个银币 那也就是说一个人所欠的大概是一年半的工资啊 不吃不喝一年半打工才能还得上的钱 而另一个是五十个银币 相当于什么大概两个月的债务 一年半和两个月 这两个人之间的债务差距是极为大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两个人他都还不上啊 无论是一年半的工资 还是两个月的工资 这两个人都还不上啊 这两个人是谁呢 这两个人其实就是西门和那个女人 西门觉得自己比那个妓女好太多了 我就大概欠两个月的工资吧 而妓女是个大罪人呢 两个月 两个月还要再乘一个六吧 三倍再乘一个二 所以他是欠了一年半的工资 西门的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 他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是到了上帝的面前 你一样也是欠债 而且你一样都还不上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两个人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还不错 算不上圣贤之人吧 但是至少笔下有余了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至少比娼妓要好吧 但事实上 我们要想到的是 我们再好再善 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好 靠自己的善成为得救的人呢 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好 不要说比娼妓了 甚至比很多基督徒都好 所以我不需要信主 我不需要耶稣 宗教不外乎导人向善 我都已经这么善了 我还需要耶稣吗 其实讲这个话的人 他误会了一样 他误会了宗教不光是要导人向善 宗教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成为认识神的人 而事实上 而事实上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讲的就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唯有把罪挪去了 人跟上帝的关系才能恢复正常 所以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好 你自己有多善 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挪去这个罪债的 在今年七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三个月前 整整三个月前 因为这是七月二十三号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十月二十五号 在今年七月底的时候 河北省石家庄市呢 破获了一桩这个抢劫运钞车的案件 就是这个车啊 这个面包车是运钞票的 这个运钞车被人抢劫了 而且当时候有人开枪 还死了一个人 死的是银行的这个负责的一个 一个女士 那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二十三年前 发生在一九九七年 当时候作案呢 一共有五个人 那这五个人呢 匪徒当中 有一个呢 在这二十三年的当中 已经去世了 还有四个呢 这次呢 在三个月前呢 就全部被捉拿归案 这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的被抓 引起了差不多全国的轰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罪 罪犯竟然是法院的副局长 他叫做赵志勇 赵志勇 他就职的法院呢 就是这一家 石家庄 石家庄是玉华区人民法院 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 他参与了合伙杀人抢劫案 在这二十三年的当中 他拿到了法律的本科文凭 进入了法院系统工作 而且他做的成绩斐然 他在结案率当中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也就是说交在他手中的案子 一百个案子 他九十五 他都能破案 他都能结案 在石家庄的法院系统 是鼎鼎有名的 鼎鼎有名的 二零零九年的时候 他被评为玉华区的优秀党员 二零一一年 被石家庄市的中级法院 评为石家 石家 执行能手 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三年 被中院计为了个人三等工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五年前 他被升为了副局长 可是各位朋友 他的这么多的丰功伪迹 没有一个能够抵消他 二十三年前犯过的罪 这么多的丰功伪迹 没有一样能够抵消 他二十三年犯过的那一状罪 那么请问 你有什么理由相信 你只要做个好人 就能抵消 你得罪神 得罪人的所有罪呢 你和赵志勇的分别 只是他被捉拿定案了 你没有被抓 你的恶行 没有被曝光而已 所以信主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 信主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谁能让我们得救呢 唯有靠主耶稣替我们死 以命偿命 我们的罪才能得以偿还 如果没有神除去我们的罪 我们千方百计的去掩盖罪行 我们否认自己有罪 我们变得自我保护 甚至我们做很多的好人好事 其实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证明自己无罪 因为神看我们是一目了然的 神了解我们 知道我们 但同时神也愿意给我们有赦罪之恩 有罪的女人在耶稣的脚前痛哭流泪 当时候耶稣没有说什么 但是到了时候 他就当众说了一句话 他说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亲爱的朋友 这个女人 她的确是爱耶稣的 她知道自己的罪深重 所以她愿意 用她的爱来回应耶稣 是的 她在人的眼中 是一个不齿的罪人 可是她在神的眼中 神愿意赦免她的罪 我们刚才说过 在整段的圣经当中 有两个地方都叫这个女人 为罪人 可是多奇妙啊 两次这个罪人 都是人说她是罪人 但是两次的赦罪 是谁说的 是耶稣说的 两次耶稣都回应说 她的罪被赦免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在人的口中 是罪人呢 还是好人 我跟你讲 你在人的口中 是什么样的名词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耶稣 怎么样说你 主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无论别人怎么样说你 最重要的是耶稣 愿意赦免你一切的过犯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愿意来信靠主呢 在人生当中 赦罪是最大的释放和快乐 平安是最大的恩典和福分 耶稣是一位爱罪人的主 也是拥有赦罪权柄的主 他在等候你的到来 等着你愿意悔改 离开罪恶 转向神 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我们所要的 就是那颗忧伤痛悔破碎的心 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九节 圣经说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 就是欺骗自己 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神给你的应许 只要你肯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谦卑来认罪 回转归向他 这样宝贵的赦罪之恩 就会临到你 而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来感谢赦罪的主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 在我们安静低头的时候 我想来邀请大家来思考 你是否也要把握机会 来悔罪 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他的赦免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座位举一下手 如果你是坐在电脑的前面 手机的前面 你也可以举一下 我看不见 但是上帝看得到 上帝看得到 你呢愿意忧伤痛悔 来祈求他赦罪的这颗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来跟着我 一起来祷告 我来说一句 你来说一句 愿主来悦纳 你诚心诚意 向他的祈求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诚心来到你的面前 在你的面前 我承认我是罪人 谢谢你为我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偿还了我一切的罪债 是我无法自己还上的罪债 感谢你为我在第三天复活 赐给我新生和永生 我现在打开心门 恳求主耶稣进来 做我生命的救主 也做我一生的主宰 我诚心地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来的房子 是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